首先,我们可以先来看看明希宗珠,由孝在木工上,取得的一些烈小有名气的成就,发明了很多艺术品,专业工匠。 看到皇帝的木工品都非常吃惊,做工精细,雕刻雷妙微笑,太监们因皇帝的秘纸,偷偷拿去市场上销售,都是居于高价位,是民间不可多得的艺术品,很受广大艺术爱好者的青睐,很快就抢购一空。 明希宗珠由孝脑袋瓜特别的聪明,对于木工活更生一筹,比专业的木工师傅都专业与熟练,可谓敲着天宫之作啊。 其中很多木工艺品都是当时由这位木工皇帝发明出来的,折叠床、漆器、书霞、喷悬及机关,各种木工玩具、雕刻工艺品、装饰品等等,就是当时由这位聪明的木工皇帝发明的哦。 而最精湛的就是建筑上的设计,明希宗珠由孝思维开拓创新,皇家修建各个建筑工程的时候,都由明希宗珠由孝带头设计,并给木工师傅很多现场的指导,特别是对于机关密室的设计更是严谨。 在制造过程中,如果发现有不合格或有偏差的时候,明希宗珠由孝毫不忧虑地拆那重新开始,这可以充分看出这位皇帝做事非常认真负责,一丝不苟的精神。 虽说他是皇帝,但对于木工这样的技术活,完全都是自己亲自动手来完成,很多都出自他新生制作,而且做起木工活是一丝不苟。 当然即使喜欢木工,明希宗珠由孝也时刻没有忘记自己还是一国之君,闲时做木工这事的原则,所以做木工一点也没耽误国家大事,是位非常难得的好皇帝啊。 只可惜一生唯一的遗憾就是养了一全民吐槽的大奸臣魏忠贤。 明希宗珠由孝心灵手巧,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断命,相信木工工艺品的发明创造一定还会有很多很多,但是对于朝政那么短暂是不是有人怀疑过,是因为他的心思全部转型到做木工活了吗?